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虹 歡迎來到我的影片到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全新的大獎 克 利 奧 那這張卡片 我覺得是不用抽的啦 如果你有雙下挖的話 玩雙下挖的強度應該會是比較好的 那這張卡片的最大倍率 雖然說大於雙下挖的組合 不過我覺得它最大倍率的觸發條件有點難耶 它說要手銷四個角落 才有最大五倍的額外增傷 那四個角落估計就是呢 角落有三顆福石嘛 就是把那三顆福石都消掉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對 那消到四個角落的話就可以有 單邊隊長有7.5倍的增傷幅度 那這是大於下挖單邊6倍的倍率的 所以如果你要組一個最暴力的隊伍 那當然就是 克 克利奧搭配上這一次的大獎 下挖 但是我覺得這個條件是非常難達成的 對 這個最大 最大幅度的增傷看看就好了 那再來是它的第一個效果是 全隊的攻擊力 回復力 以及生命力有1.5倍的加成 雖然說雙下挖 它的生命力比較高 不過它沒有加成到回復力 那如果說你要 回復力比較正常一點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帶克利奧 這是它的一個優勢 它有加成到回復力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它的隊伍技能 它隊伍技能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 你克利奧作為雙隊長嘛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雙隊長是 下挖跟克利奧 這個就是你可以去做選擇的 那這邊有寫說 你下挖跟克利奧 它的雙隊長的位置交換都是沒有問題 也都可以觸發到這個隊伍技能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沒有抽到1%大獎的話 你也可以抽這張卡片 去跟下挖去做組合 也是非常OK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作為雙隊長的隊伍效果 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 將四個角落變成 按 魔 珠 符 石 哇 這個就可以讓你完全不會缺珠了 不過這也是隱憂啦 有可能把你角落想要消的珠子給消掉 好 那再來是每消除1粒魔 珠 符 石就可以減傷 那最多消6粒就可以減傷到60%囉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減傷 那本身它有血量加成又有減傷的話 我覺得玩起來應該還不錯 好 那再來第二個是 如果說你雙隊長做夏娃跟克力奧的話 就會有多兩個隊伍效果 第一個是 延長2秒轉珠 第二個就是 火光暗的符石轉暗成 魔 珠 強化符石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效果 不過呢 如果說你作為 雙隊長的話 那個夏娃的兼具符石的效果的效益 就只有死傷25%了 我覺得有點少啦 對 有點不太建議這樣子去做搭配 好 那再來是它的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是CD6 點選兩直行的符石 將其轉換成 暗強化魔族符石 那一回合之內 魔族跟妖精攻擊力兩倍 好 大概就是很普通的主動技能啦 也沒有什麼必要性跟獨特性 所以這張卡片我認為 當隊員沒有說到很好 也沒有到及格的邊緣 那當隊長呢 勉強堪用 所以這張卡片我認為是這個版本中 不一定要入手的一張卡片 對 這個版本的三大獎 我只建議入手下蛙啦 其他都 怎麼還好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你入手下蛙的話 一來是你可以組雙下蛙 二來是你可以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組這張卡片的話 你可以附隊長大克力奧就可以了 對 所以 我覺得這一次抽到一趴大獎 大概就可以停手了吧 現在就是要看這次的小獎怎麼樣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關於新卡的分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按鈴鐺 請按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記得記得訂閱我的鈴鐺 我是阿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